第四次人界大战正式拉开序幕 王埃罗为总队长兼第四部队队长 双方迅速展开行动 斗力即将各项任务下达给惠图转身复活的各个人界高手 十万白绝也在地下展开行动 就在此时侦察部队的红豆感知到了斗的痕迹 双方同时施展前影蛇手 斗在交战中实力略胜一筹 从前百毒不清的红豆被咬后竟中毒倒地 与此同时侦察部队的其他人也遭到了迪达拉的全面轰炸 而忍者联军这边众人因为长期处于对立状态 一时无法团结一致 甚至开始起内讧 这时吴埃罗表示 能够互相理解彼此痛楚的同命相连的人之间是没有隔阂的 在场之人都受到了小的伤害 拥有同样的痛楚 最终在吴埃罗的统一领导之下 所有人都放下了心中的仇恨 重新团结起来一致抗敌 各个部队都在此刻拼尽全力 加入到了这场声势浩大的战争中来 迪达拉这边还在高空随意对侦察部队泼撒起爆粘土 侦察部队的其他成员接连牺牲 见识不妙 侦察人员施展出虫弦明智之术 来防止迪达拉等人感知到自己 而迪达拉也不甘示弱 随手捏出数只粘土大鸟 紧随着侦察部队的其他人员而去 此时看九郎率领着骑袭部队赶到了此处 并在此地建立大本营 正当他在部署每个忍者的任务时 侦察部队的幸存者木塔突然伤痕累累的出现 没想到的是 此时的木塔早已被蝎控制 而他背上的宠带里还装满了迪达拉的起爆粘土 剧烈爆炸后 浓烟逐渐消散 此时看九郎他们才发现 对手除了迪达拉和蝎 竟还有左锦的哥哥 信 双方的骑袭部队交锋 其胜利与否 必将影响着战争的走向 而左锦再次见到自己心心念念的哥哥 心中不禁百感交集 也许在这一刻 左锦是感谢都的 兄弟二人久别重逢 望向对方的眼神里 充满了温情与无奈 然而战争始终是无情的 双方开始了激烈的混战 欧莫伊率先出击 一刀下去就砍断了蝎的查克拉线 救下了被控制的同伴 紧接着 看九郎率领的奇迹小队 通过默契十足的相互配合 将迪达拉和蝎打得十分狼狈 这招也使得蝎对看九郎刮目相看 毕竟当初的看九郎 可是差点死在了自己的手里 如今二人再次对战 看九郎势必要一血前耻 紧接着 看九郎取出了蝎的本体 对上了蝎 而蝎对此却毫不在意 毕竟此时的自己 已经成为了永不腐朽的真正傀儡 随后 在场中人纷纷加入了战斗 险害控制着 附中装满起爆黏土的信 加入战斗 只见迪达拉大喝一声 信就要开始原地爆炸 关键时刻 看九郎将其困在傀儡山椒鱼中 才缩小了爆炸范围 然而 惠图转生的信 却拥有不死不灭之身 下一秒 竟奇迹般的自动复原 混战仍在继续 左锦画出了神兵 将迪达拉和蝎 一举打入了傀儡之中 同伴还施展出雷顿 来防止迪达拉自爆 接着 左锦看着各个信 不禁回想起了 二人在薛武村的往事 而信也在此刻 看到了左锦的画册 看到曾经朝夕相伴的弟弟 终于走出阴霾 信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他终于可以放心的离去 就这样 信的灵魂在此刻 挣脱了惠图转生之术的束缚 慢慢消散在风中 原来 惠图转生并非无法破解 只要拥有坚定的信念和情感支撑 就能够解放被束缚的灵魂 此刻 看救狼也对傀儡中的蝎 开启了嘴顿模式